大家好,欢迎来到蒙鹿玩具,在斗罗大陆的世界中,浩天锤被誉为天下第一气武魂,拥有很强大的战斗力。 作为主角的唐三,虽然一直以来都是以蓝银草的武魂战斗,但是它真正的攻击之力,依旧是左手的浩天锤。 浩天锤也展现出了三种不同的境界,下面就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吧。 楚楚毛炉蓝色青铜浩天锤,登场时间,唐三小时候,登场特征。 但蓝色的青铜小锤,浩天锤被誉为天下第一气武魂,在唐三小时候就已经觉醒了出来。 作为双生武魂的魂师,为了自身的安全,也为了厚积薄发,平时一般都没有使用这种力量。 不过即使是没有附加魂魂的浩天锤,如果配合乱披风锤法,依旧具有很强的攻击性。 随着唐三的增长,浩天锤也有了变化,最明显的地方便是它的大小了。 从一只手可以握住整个浩天锤,到双生握住浩天锤锤柄,出出茅庐的蓝色浩天锤,也开始慢慢展现出它的威力。 觉醒真身闪亮黄金浩天锤,登场时间,全大陆魂师学院精英大赛,登场特征。 唐三以及浩天锤散发金色的光辉,凭借着大师对武魂的研究,同时使来客奇怪的配合。 唐三提前觉醒了浩天锤的弃武魂真身。 此时的唐三全身都被,金黄色的光芒包围着,同时整个浩天锤也都是从,淡蓝色的青铜模样,变得金光闪闪。 凭借着觉醒真身的黄金浩天锤,唐三轻松的就击败了新神风战队。 但这里也要说明的是,因为利用的是七位一体融合剂,算是借助外力,唐三本身差点被反噬。 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,最好还是不要使用这种力量。 最强武器终极暗红浩天锤,登场时间,全大陆魂师学院精英大赛,登场特征。 暗红色的浩天锤,面对着众多封浩斗罗的进攻。 唐浩仅仅凭借着一把浩天锤,就强行打断了大家的气势。 除了自己本身的魂力强大之外,也依靠了最强武器,终极暗红浩天锤。 伴随着红色的闪电,此时的浩天锤也被浅染了暗红的颜色。 以现有的情况来看,是未成神石浩天锤的终极形态,完全的诠释了天下第一气武魂的力量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在后来成神之后,唐浩未免之主唐浩,更是拥有七彩浩天锤,仅仅只是一击秒杀了深渊魔君。 佼佼浩天锤,微微浩天宗,天下第一气武魂,浩天锤就是这么强大。 好了今天的节目,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。